那问题 好 好那 袁博士那 现在我问到说 ETPU是否可以耐黄变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我们用的一个TPU base呢 我们在生产TPU的时候 就已经有把一个UV助记给加进去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ETPU力呢 都是可以耐黄变的 而且呢 我们也有经过一些UVA的一个测试 都可以达到4.5级 符合一般这个耐UV的一个需求 而在未来呢 我们也有尝试 在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方面 我们也会尝试的把我们不方便的TPU 给导入到这个ETPU发泡材的这个运用上面 这个我们已经也都有在做一个开发了 好 那接着呢 还有问到说 除了现有的规格之外 能不能克制不同特性的ETPU呢 好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一个提问 因为我们自己大宗素质呢 有生产各式各样的一个 各式各样一个规格的一个TPU 有看到 刚刚介绍中有比较软规格的 也有比较硬规格的 如果客户在这个需求上面 既有的一个发泡力 不能符合需求的话 我们也可以 从我们既有的一个规格的TPU里面 去选择看客户要软一点呢 硬一点呢 或者是说有不一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自己家的TPU力 来进行生产做成发泡力 看看依客户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设计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是是是 好哦 那接着还有一题啊 就是以接着继承型的方式 那它的耐久性到底好不好 接着继承型的方式呢 在刚刚我们的一个投影片上面 其实有秀到说 我们在这个接着剂成型之后的一个发泡材呢 我们有经过一个60度10万次的一个曲折 基本上都是还可以 没有没有都没有破坏 也没有裂掉 而且我们也有经过一些 Jungle的一个测试 在耐温耐水解方面 也都有通过测试 因为我们这支接着剂呢 是一个比较耐厚型的 我们是针对这个鞋材的用途去设计的 所以基本上这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刚刚没有跟各位秀到 就是我们这个这双鞋底 就是用我们一个接着剂成型的方式 所做出来的一个鞋底 基本上它的性质呢 回弹性啊 那个一个牢区 一个柔韧性啊 跟我们增济成型 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啦 所以基本上这个耐久性上面呢 我们有经过一些一些鞋材测试 都是可以通过的 好哦 那谢谢严博士的说明 谢谢各位 好 谢谢